在捷运来到总站 从捷运站到夜市门口 密密麻麻的排队人龙 估计一天下来能够突破2万人次 很多都是坐捷运来的 对 坐捷运逛夜市啊 但是营业人是有成长 成长很多三分之一 可能好个大概一倍或两倍吧 人潮带动前潮 等了好久的摊商终于能好好做生意 业者也解决周边交通问题 设了汽机车专用停车场 但似乎大家都搭捷运来 感到论夜市复合不了庞大人潮 尽管加开了整晚人力疏导 但仍购买的状况 还是让贪商体验者都失业危机 东西的张成云金的声称 又在台中从后到